人生是一场挑战 每个人都在为了梦想而努力奔跑 这是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盘登 二十六岁 第一次挑战 失去双腿 我不想让我这一生再留有遗憾 哪怕失去双腿 依然步履不停 六十五岁 第二次挑战 暴风雪来袭 六十六岁 第三次挑战 尼泊尔大地震 六十七岁 第四次挑战 距离顶峰九十四米 死里逃生 当时我做出了我这一生 最难做出的角色 下车 我将再次去登出风 所有的不可能都会在中国人脚下变成可能 将将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 挑战不可能 加油中国 这是挑战不可能年龄最小的挑战 起码 在不到零点零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埋着上千枚的地雷 四十三年前 中风夺去了我的双脚 但是没有夺去我的梦想 为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能力贵在积累 拼搏贵在坚持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挑战 不可能 为中国加油 为自己加油 让我们一起挑战 不可能 尤其主持人 萨费银 钢剑有为 自强不息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欢迎各位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这一季的三位嘉宾评委 他们是睿智博学 享誉世界的华人神探李昌玉博士 美貌与智慧秉层的央视金牌制作人董卿 奥运冠冰 赢得了百块金牌的泳坛传奇 所以啊 欢迎三位 挑战不可能 是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极致追求 也是一直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力量 在并肩前行的道路上 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努力加油的挑战者 在中国人手中 变不可能为可能 今天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全新一季 扬帆启航 让我们一起 为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 向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放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见证过了太多少年的精彩挑战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可能是我们挑战不可能 这几季以来年龄最小的一位挑战者 严格说来 他的年龄现在应该还算是幼儿 但是他被人称为是行走的中华小师库 掌声请出我们这位挑战者出场 哇 天哪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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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老师好 秦维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太可爱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王恒义 今年五岁了 来自沙龙青岛 青岛 好啊 来 王恒义 我帮你上来啊 今天来这儿 你是要来进行挑战 背骨师 叔叔从小到大 今年都四十多岁了 总共会 不超过二十首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嘲笑我 心里很难过 你能背大概多少首 三百多首唐诗 一百多首宗词 加起来是四百多首 哇 恒义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啊 最喜欢 秦始明月汉时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有气势 比较有气势 来背一下 秦始明月汉时官 外里长周人会还 但是龙城非将在 我叫红马杜音山 好 漂亮 我见过不少诗次达人 但是像五岁就储备量 可以达到四百首的 还是比较少 不知道他今天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挑战 这个挑战方式还是非常特别 场上准备了三百卷的唐诗 评委将随机从中挑选出十卷 并在每卷唐诗中 任意选择一连诗句 保留四个字 五岁的王恒义将根据留下的四个字 背出完整的诗句 十连全部背出 即为挑战成功 好 我们的挑战助理 把五岁的王恒义 接到了他的准备区 然后戴上眼罩 戴上耳机 稍后我们将由董卿评委 在我身后 已经放满了三百首唐诗的诗卷 您从这当中任意挑选 十连诗句 然后进行自述的掩盖 有请董卿评委 三百首 全都在这上面 他是已经打乱顺序了什么 您看一眼 第一首 您就知道 他会不会是按顺序排的 不是 不是 那就好办了 那就完全是打乱顺序 这首是大家非常熟悉 就选这首吧 我觉得这五岁的小朋友 不要 我觉得不要小看他 这首太短了 董卿评委真的还是 对每一个挑战者 宅心仁厚 您挑了 我看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最后一个 好 十首 接下来 有请董卿评委 一步到我们的刘字台 进行刘字操作 难度可以大一点 东西 真的 尽量给他留那些特别虚的词 这就比较难了 三百首唐诗中 随机选择的十连数据 每连只保留四个字的提示信息 这对成年人来说 都是很难完成的诗词挑战 年今五岁的王横毅 能全部答对 挑战成功吗 我们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帮我们 请回我们的挑战者 王横毅 我们的工作人员 已经把董卿阿姨 给你留下的 每连诗的四个字 已经输入到电脑里 待会儿大屏幕上 就会放出每一连诗 只剩下的那四个字 你立刻要把这一连诗 说完整 我觉得有点紧张 你觉得有点紧张 怎么会呢 你会背三百首 对呀 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觉得我们的要求 已经很苛刻了 为他作记 为他救星 主持人 程序已录入完毕 好的 题目都准备好了 不要紧张 深呼一口气 大家鼓掌 给小横毅加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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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小横毅 可以转身 面对大屏幕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长安回望 秀城堆 山里千门 刺地开 哇 回答正确 第一个 好 我们再来看 长安一片月 万富岛医生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只 哇 我们再来看 没关系 来 我们看下一点 诸是秦民五语色 入云深处一摘一 好 来 接着看 这个应该是 儿童相见不相识 向问客从何处来 越来越有自信了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好 好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词 是前面出现过的 我们中华的汉子 是非常博大近身的 很多字包括词 会扰乱他思考的方向 和他去打起的过程 没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 好不好 来 第九题 隔夜罗群 银色彩 不如向脸两边开 好 雨竹高甜白 皮肤半叶更 好 好样的 十连试当中 目前 黄毅已经答对了八连 还有两连稍微卡住了 我们再给他一点思考的时间 十连诗句 还剩两年迟迟未能达出 而且这两连还是七言的长诗句 字述越多诗句 越有可能碰到 相似的提示信息 这给五岁的王恒毅 在回忆诗句的时候 更增加了困难 他能辈出最后的两连诗句 挑战成功吗 我知道地八题是什么了 地八题 好 来 吹风得意 马蹄集 一日看见长安花 好 好 好 就剩一个了啊 我相信你一定行 你慢慢想 我在背后支持你 这首诗的作者是白居易 然后诗题是大灵 这个是人间四月 放飞气 上死团花 水灯灾 哇 厉害 厉害 其实我觉得你还没说出诗题 你只说了白居易 他其实眼睛就放亮光了 其实我相信这一句 他一定是知道的 这一连 只不过是刚才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卡住了 我脑子里没有这首诗 不可能 可能是被就是选择 留下来的这四个字啊 没有逻辑关系 没有上下启程的关系 对 这首诗你肯定会背 整首诗能背下来吗 来 人间四月 放飞气 生死团花 史盛开 长恨春归 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处来 对啊 那你怎么说 这首诗不在我脑子里 那是刚才谁输入进去的 肯定是在你脑子里 就是刚才那一下 给卡住了 没想起来 对吗 是吧 好可怕 回头看一看 十道题目 全部正确 挑战成功 其实动物呢 我就是太紧张了 刚才啊 你这一句诗 不管怎么说 还是董卿评委 稍稍那么提示了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要挑战 不可能 今天你有没有信心 在刚才成功的基础上 我们再挑战一次 剩三个字你行吗 我愿意尝试一下 我愿意尝试一下 好 挑战难度再次升级 维莲诗剧中 保留的提示字 减少到三个 能够获得的提示信息 也将更少 难度成倍增长 五岁的王恒毅 还能挑战成功吗 来 我们 请挑战助理 把恒毅帮我们 再次带回舞台 掌声欢迎恒毅 现在好 大家放松一点了吧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个游戏 咱们一块来玩这个游戏 好不好 请转身 我宣布 黄恒毅 第二轮升级挑战 开始 开始 好 好 其实明月汉石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 如果你要是这个 觉得一下想不起来 你就说 萨叔叔我们看下一题 看下题 好 看下一个 看来有三个字难度还是大 三个字很难 难度太大 看下一题 好吧 阳光杯次赛 独霸雷扎金 好 精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 各介绍 哇 他现在的这个小脑瓜里面 就跟电脑一样 在飞快地检索 他的所有的记忆储存 然后比对 直到比对出这三个字 就出来了 所以他有的时候 这个检索需要一点时间 没检索出来 是吧 在记忆里目前还没查到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 好不好 来 看第八题 文章 文章 曾命达师妹 喜人过 哇 师妹 厉害 灭竹 读联光碗 批一 原录资 好 最后一题了 想得起来吗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慢慢想 慢慢想 对 拿手笔划着 写一写 看来他现在啊 对于这几首诗 仍然还是存在记忆上的盲点 这样 我按照刚才 董卿评伟的方法 我还是给他提示一下 诗的作者 好吧 我先跟你说第三首吧 我现在知道第三首 吟阳 虫 夏 草 西 西 见水 冬流 附向西 第三题 好 那第四个呢 想起来了吗 没有 我知道了 想起来了吗 我刚才第三首一拿你就想 我知道了 上前了吧 要不要我提示一下下一连 下一连是 不要 不要啊 第四题是 闲居耍林平 早进入荒原 非常好 哇 哎呦他好厉害 他吓得我 一身寒毛 倒数 我觉得我一打开他就立刻能知道 但是我又害怕是因为我打开他从这个角度能看见 所以我刚才还特地是背对着他这么打开 但是 只要一展开这个诗卷 他立刻就能背出来 哦 原来这个有气场的 哈哈哈 第七 这个提示你一下 嗯 桃花流水 咬人去 别有天地 非人间 这是 哇 漂亮 这不透明啊 这也 最后一道了 我提示你一下 作者 是三个字 哈哈哈哈 作者姓狼 狼中 大夫 那个狼 嗯 这个是 狼水源的百零寺南望 天山寂厚 云游在 画出西南寺五峰 哎呦 基本上除了最后一句 是我提示了一个作者的信 其他的 没有我们文字上的提示 我想问一下 小姨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挑战不可能 那么在你现在 所理解的挑战不可能 是什么含义 做一件事的时候要 一遍不行两遍 两遍不行三遍 三遍不行五遍 五遍不行十遍 直到成功为止 哇 哇 是谁告诉你的这个道理 奶奶告诉我的 啊 奶奶 看来奶奶不仅教你读诗 还教了你很多做人的道理啊 奶奶今天来了吗 来了 掌声有请 王河宜的奶奶 一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现在奶奶来了 我就去荣誉殿堂 等着小横毅 看看待会儿我们三位评委投票 你的这个挑战项目 能不能进入荣誉殿堂 希望待会儿能在荣誉殿堂见到你 加油 谢谢 小一你到底认识几个字啊 应该三千以上了 三千个汉字啊 哇 那你完全已经超过了成人的水平了 那他自己看书没问题了 没有问题 就是报纸呀都可以的 他背诗的时候 是重复这样练习背 反正你解释给他听 他就一般就读好三四遍 然后就把书就合上 然后就自己在那背一遍 然后呢 我就给他把诸节讲一遍 那他有没有不愿意学的时候呀 有 八月份的时候 我带他不是去新疆吗 去玩了一个月 回来我们是不是该继续看书了 然后他说 我不想看 他以前就是 别人小孩不是不学习 他还会说别人 他说他哎呀 又不学老何为 你现在不学年纪大 哪有什么作为 我呢就用这句话 来说他 我说你看 你还说别人又不学老何为 那你现在是 所以背的这些量啊 我们说三百首四百首的 也不是奶奶强加于他的 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给他讲道理 还是让他从心里 愿意去干这些事 所以看到他真的是 就不得不想到 梁启超先生的 《少年中国说》啊 你知道那篇文章吗 我还可以背一下 哇 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制 德国制 少年富 德国富 少年强 德国强 少年独立 德国独立 少年自由 德国自由 少年进步 德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 德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 德国雄于地球 同日出生 其道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泻汪洋 乾隆藤曰 林长飞扬 如虎笑鼓 百寿镇黄 妖孙世翼 风尘西章 其花出胎 玉玉黄黄 干将发行 有座奇蒙 天带奇仓 地语其黄 纵有千古 朋友八荒 前途四海 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 与天不朗 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家 好 无论在古代 还是今天 学习读书 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我到老学到老 小义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我们也希望这个开始 能够助力她日后的成功 让她的知识 能够真正地帮助她成为一个 更丰富 更宽广 更深厚 更有趣的人 人也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用的人 所以对于你今天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能 我们有请王恒义的奶奶带着恒义进入今天的鱿鱼殿堂 小义 我们为你加油 年轻五岁的王恒义 用精彩的挑战 向我们展示了 他在中华传统诗词方面的天分和热爱 完成了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一次挑战不可能 在他的聪慧和朝气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 中国新一代未来的希望 欢迎王恒义进入荣誉殿堂 海天好友一招并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博瑞博越 特别支持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也许很多观众 在前不久读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日前南部战区陆军党委 为一位90后扫雷战士 融记了一等功 他叫杜富国 2018年10月11日 在中越边境云南省 麻利坡县扫雷作业当中 有一名27岁的战士 在扫雷作业的时候 处理一枚遗留下的高爆手榴弹的时候 突遇突发状况 他为了掩护身边的战友 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这名战士名叫杜富国 据统计在中越边境 三次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当中 我们的排雷战士 在5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扫除地雷等爆炸物 137万枚 向地方政府移交安全土地 307平方公里 所以今天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荣幸 同样也是我们 向这些勇士们致敬的一次机会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目光 投向祖国西南边陲的 崇山峻岭当中 在那里我的同事朱迅 将带领我们去认识这样一群勇士 而他们的挑战可以说是 余无声处听惊雷 大家好我是朱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祥市 我身边的这些战士呢 就是来自广西边防部队 台雷队的同志们 大家也许感受到 今天的运兵车的氛围 跟平时可能有点不一样 在不到零点零三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埋着上千枚的地雷 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这次行动的指挥长 黄泰风 指挥长你能不能给我们 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好的 广西编辑地区 犹豫历史的原因 有很多次人想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 叫齐聚村 是我们最后一个 升牌作业的地方 为什么是最后一处人去 因为台场难度很大 下车领装备进作业区 下车领装备进施 战斗想要转 转 指挥长同志 全体扫雷官兵业续完毕 先指示 小心 同志们 任务 对019号雷场进行升牌作业 彻底清除雷幻 冰冒了 冰冰冰冰冰 先进自上 慧政可见 慧政可见 小心 战斗 传代转 战斗 好 包走 向左转 拍屁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铁丝网 已经不成样子了 接下来我们要 解断这铁丝网 进 中越边境 抵触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 这里山高 坡道 林密 地势险峻 埋设在中越边境上的地雷 多达数十种 此次扫雷作业的区域 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雷场 这里地面被茂密的杂草覆盖 排雷的难度极大 在进入雷区搜牌前 首先由搜豹组 在雷区边缘的安全区域 利用爆破筒 逐次爆破推进的方式 为搜牌组开辟一条 进入雷场的 唯一的安全通道 我现在大致能明白 您为什么说 这是最难的一片地方 你别看它表面上 全是被绿色覆盖 但里面真的是坑坑洼洼 很多都是各种陷阱 爆破组进去执行任务 那这个组是 收牌组 收牌组 对 它在这里等待爆破完毕之后 收牌组再进入雷场 进行这个收牌作业 最左侧的那个是 我们的老班长 排雷排了16年 您记得您排了多少颗雷吗 加起来应该有两万多枚 一个人排了两万多枚 对 地雷还有那个 爆炸物 就是船部 加起来 线路连接完毕 全指示 人员撤回 连接接管 撤回 破组组 从胡云坡听员撤回 各警戒观察员 加强观察警戒 准备爆破 指挥长龙志 人员清点完毕 精道发杀人 十分发杀人 凌本 队长 做好爆破准备 撤回 报警 准备 起码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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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捕效果 主委长同志 抱抱成功 抱响十下 明白 广西边境为山岳丛林地 山高破斗 万物丛生 山区地形错综复杂 机械无法进入这种地形作业 如果盲目爆破将导致地雷埋伸 引发更大的隐患 人工进入作业是安全彻底 海雷唯一的核心方案 天气什么的会对台雷有什么意义 像这种雨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坡还是比较陡的 地面都比较湿滑 暂时在这个作业过程当中 很容易摔倒 摔倒的时候 下意识会用手去撑地 说不定这一撑 就可能从撑到旁边 没有收牌过的地雷上面 每一步都得走踏实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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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队长 手牌无阻 一次发现五八四 把五一地雷警示 厉害 他直接爆的不是一次地雷 而是爆的是一次五八四地雷 这就是他少了十六年的经验 手牌无阻 则业 是 报告队长 手牌四处发现一次地雷 听着则业 眼睛在面 是 他们都可以这样单独作业是吧 只有他和队长 可以这样 排列 对 没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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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层的地雷爆炸 电话来先别动 收到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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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作业 战士们已经将雷场的所有地雷全部搜排完毕 这些地雷将被集中爆破 如果地雷引爆不完全将会留下隐患 战士们必须撤离雷区等待爆破 它们能够顺利完成吗 三 二 一 指挥长同志 爆破成功 爆响预响 收到 撤回 最后一片排雷任务区已经作业完毕 每一个雷场都是由收排手一寸寸地进行收排 不留死角 不放过每一个金属 这是我们的基本标准和要求 今天我也要代表挑战不可能节目组 挑战不可能 陪伴战友们一起把这片无人区还给人民 部队队友 向前散步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士郭文峰 今年二十五岁 入伍七年 共连接装药十三吨 我是爆破班战士高威 今年二十一岁 入伍四年 共计设置装药十四点二吨 我是爆破班战士陈欧阳 今年二十三岁 入伍四年 共设置装药一点三吨 我是爆破班班长刘柱 今年三十一岁 入伍十二年 共连接装药十三的七八吨 我是首排班班长杨浩 终结南疆雷幻 不如使命 我是首排班战士小丹飞 雷霞霞 绝不犯过每一颗地雷 我是首排班战士李志南 参加扫雷行动 担当首排手排除雷幻 青春不回 我是首排班班长杨浩志明 今年三十七岁 入伍十九年 作为迷迷老兵 把青春献给了少年事业 我无怨无悔 早上 tenduka是ường 多个是部医生 多个是部医生 当最后看到所有的扫雷的战士们 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 手拉着手 蹚过雷区 最后推倒雷杯的那一刻 全场观众掌声雷动 这掌声当中不仅带着感动 更带着我们对所有扫雷官兵的敬意 向你们致敬 你们好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各位战士你们好 首先要祝贺你们非常圆满地 平安地完成了这一次的扫雷任务 你们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报告组 我们队里最年轻的战士 列振婷 接受完毕 刚才我们在排雷的过程当中 有一条蛇从他的身边爬过 那一幕触目惊心啊 是哪一位 是我们队长王金 王队长 那一刻脑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因为我们作业地形是山岳丛林地 毒蛇 蝎子 蜈蚣 山蚂黄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作业过程中 刚才我在作业过程中 出现了一条蛇 说实话 吓了我一跳 但是我只能沉着冷静进行处置 等那条毒蛇慢慢通过 我们全体扫流官兵都具备这种应对 突发情况 沉着冷静的处置能力 大家只看到蛇 我看到黑蚂蚁 在你们手上身上爬 你们怎么能忍受这种环境 因为经过一年的排雷作业 我们所有的战士 已经习惯了各种条件下作业的情况 大家已经熟悉了各种技能 也具备各种条件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 我们总书记说过了一句话 在中国人民的手中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那么我觉得 作为我们的扫雷官兵也是一样的 谢谢你们 刚才你也说了 这已经是广西边境的最后一个任务区了 那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 你们战士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 虽然这块雷区我们已经排除完毕 但是我们马上要面临新的任务 那这个春节看来大家伙又没法回家过年了是吗 是的 春节基本上我们要执行其他任务 可能暂时就能远离家人 那也不妨借我们今天挑战不可能这个节目啊 跟家里人也可以打个招呼 说几句话吧 战士们 我想对我的妻子叶子说 因为排雷行动 我们的护育期退迟了好几次 父母身患重病 现在依然躺在医院 你一个人在家 忙里忙外 你辛苦了 我也想对 我的父母说 你们身患重病 儿子不能陪在身边尽孝 请你们原谅 但请你们放心 以后我会更加信心 确保自己和全体关闭安全 我的两个宝费女儿 爸爸很想你们 也想妈妈 丽芳 你是家里的大孩子 你要帮妈妈的忙 早上妈妈 招心 照顾好妹妹 爸 妈 我之前一直告诉你们说 在部队 每天都是搞训练 从来都没跟你们说过 我具体的工作 是因为我不想你们担心 如果你们在电视上 看到我的扫雷 请你们原谅我 现在任务完成了 我感到很光荣 请你们放心 儿子已经长大了 雷场就是战场 早雷就是战斗 非常感谢组织队友的信任 让我带领全队官兵 在雷场冲锋陷阵 能够参与此次扫雷行动 我感觉是我军女尘牙中 乃至人生中最光辉的一笔 作为民老兵 把青春献给的扫雷事业 我无怨无悔 其实无论是儿子 还是父亲 当他们穿上军装 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们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战士 是他们把金雷擒于胸口 把安全还给了百姓 其实我们脚下 没有一片土地 天然就是安全的 因为我们拥有了强大的祖国 我们拥有了一支伟大的军队 我们才可以去谈安全和幸福 所以对于你们 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想我们的答案 是完全一致的 那就是能 再次向你们致敬 也希望你们能够平安 幸福 我们为你们加油 谢谢大家的祝福 在这里 我们一样祝福送给大家 送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一 二 三 谢谢 也祝愿你们新的一年 昂首出征 平安归来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 喝上好奶粉的 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 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 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怕油怕糖怕汁 请喝蒂布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 茶饮蒂布尔赞助播出 1952年 作家海明威 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 《老人与海》 这部作品 有一句话 被世界无数的读者熟知 那就是 一个人 可以被毁灭 但是 她不会被打败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 讲述的是一个 老人于山的故事 这里的老人 是一位 中国的 年近七旬的老人 他的名字叫 夏柏渝 而这里的山 指的就是 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 我在四年前 认识了 夏柏渝老人 那一年 她六十五岁 当时 她在我们的挑战 不可能舞台上 完成了一次 极为特殊的 攀岩的挑战 在她挑战成功之后 她站在舞台上 留下了一句话 我一定要登上 珠穆朗玛峰 当时所有的观众 甚至包括我在内 都觉得 那可能只是一句 情绪激扬之下的 豪言壮语 但是没想到 从2014年到现在 这四年当中 夏柏渝老人 真的一次又一次地 向珠穆朗玛峰 发起了她的冲击 43年的坚守 这样一个老人 用她的行动 告诉了我们 什么叫做 刚见有为 自强不息 我叫夏柏渝 我26岁 攀登珠穆朗玛峰 7600米的时候 有一个队员 丢失了她的睡袋 我就把我的睡袋 让给了她 就这样呢 我自己被冻伤 结果呢 做了双脚的截肢 这样我就 永远拾起了双脚 对我来说 8848不只是一段数字 而是我一生的目标 43年前 珠峰夺去了我的双脚 但是没有夺去我的梦想 2014年 第二次攀登珠峰 遭遇雪崩 再次错过了 仅剩下的244米 2015年 第三次攀登珠峰 遭遇尼泊尔大地震 死里逃生 43年前 珠峰夺去了我的双脚 我不想留有遗憾 2016年 第四次攀登珠峰 我距离顶峰 只差94米 突然刮起了高空峰 这是我离顶峰最近的一次 哪怕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也要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但是 当我回头看到 那五个年轻的下巴生命 他们才二十几岁 我不能为了我的梦想 去牺牲他人的生命 所以当时我 做出了我这一生 最难做出的角色 只有下车 2016年 夏老攀登珠峰 再一次距离峰顶 只有九十多米 没能到达峰顶 带着遗憾又回来了 2017年 夏老没有再去攀登珠峰 他下来之后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 他的腿部血栓非常的严重 所以医生告诉他 说老夏呀 你别说登山了 如果你这个血栓再不治好 你可能面临的是 瘫痪 甚至是死亡 所以这一次 夏老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投入了全部的精力 去治疗 一年的时间 夏老告诉我们 他心急如焚啊 这一年 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讲 最宝贵的 就是时间 治疗了一年之后 血栓的状况有所好转 于是 在2018年5月 69岁的夏柏宇老人 带着最后一次的信念 再一次 向珠峰发起冲击 他说他这一次 最大的心愿 就是一定要到达 珠峰峰顶 并且在那里写下五个大字 挑战 不可能 5月8号凌晨 夏柏宇老人 和他的夏尔巴向导一起 向着珠峰顶峰 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冲击 夏柏宇老人 能够最终登上珠峰峰顶吗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 这个老人于山故事中的主人翁 夏柏宇先生 5月8号凌晨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让夏老人来为我们讲述 谢谢 谢谢 我是夏柏宇 我今年是第五次 向珠峰发起冲击 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的大本营 准备向珠峰的8848高度 发起冲击 挑战不可能 现在让我们出发 从大本营到C1营地 要经过恐怖冰川 这恐怖冰川 是攀登珠峰最危险 而且最困难的一段 这一段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你看它全身的那种冰 非常结实亮冰 而且我呢 只能用脚尖往前走 你看 像你们的话都可以整个脚面 结实到冰体 可是我不行 我只有脚尖 所以我要比一般人 多付出最少三分之一的体能 不不不 你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他们找一条经典的路给你 这个恐怖冰川 它有无数的冰裂缝 有些小裂缝 就只有一米多宽 像你们健全人的话 可以跳 可是我的甲子 它跳不了 我只能往前跨 可是我要跨过去以后呢 我这个怀管节呢 它是死的 它动不了 所以它不可能往前弯 所以我必须就是前面 要有人在我跨的同时 他把我往前拉 这样我顺势即可往前倒 才能通过这个冰川 我们要配合得相当地好 如果他拉得晚了 我往后的这个力量 可能把它们一块 就会拉下这个冰裂缝 我们在五米宽的那个冰裂缝上 架起了梯子 但是那个梯子呢 只有一尺来宽 所以它站在上面以后呢 它会上下或者左右的摇晃 这对我来说非常危险 我这就是个甲子 它感觉不到 那个梯子的晃动 所以我要过那个梯子 我就只有爬 这个梯子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底下深不见底 而且它底下还拐弯 因为我看着我都头晕 所以我根本不敢往下看 我的眼睛只盯着这个梯子的这个表面 每抓一下 我都要非常的稳 不能有半点的疏忽 我都要不再看 别误到这些冰 You 这可能会吗 太阳ito了 你还没有看我 我都要没看你 你但是走 我都要看我 你都要看我 我都要看我 你这种梯子 我都要看我 你 我都要看我 我都要看我 我都要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C1向C2出发的时候呢 我们的路团碰见了高空风 这是强劲的高空风 这种高空风 把那个山上的那个血液吹起来 打在脸上就跟刀割似的 而且这种风特别地冷 很容易把人冻伤 我经常摔倒 但是我还是坚持爬起来 继续前进 到了6800米的时候 我这个甲子上的一颗螺丝 就是意外地脱落 这个螺丝丁要脱落以后呢 我的甲子就会掉下来 我就等于没有了脚 在珠峰这么高的顶弓上 那就等于我没有了生命 你看见吗 你看见吗 你要不要一看见 你想晚了 你想晚了 啊 再緊啊 再緊一下 縮頭是再緊一下 對 C3營隊 到了C3營隊以後 我發現我的膝關節起了血泡 沒破啊 沒破 別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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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看 真的什麼 如果這個血泡它要破了 它想血流不止 弄不上去會疼嗎 那個血泡 現在還不疼 走的時候壓著它也疼 把這個 因為我的甲子裡頭是一個硅膠套 這硅膠套它不透氣 很容易感染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鼓起 我們從C3出發 前往C4途中呢 我們又碰見了暴風雪 其實我們應該在白天 就應該趕到C4的 但是 我這個腿呢 又受到血泡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行進速度很慢 在珠峰上 在珠峰上 最困難的就是走夜路 而且我們剛好又走到了它一個叫黃牙地帶 這個黃牙地帶呀 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地方 因為它很少的冰雪 它全是岩石 我這個甲子上面是冰爪 這個冰爪它不可能就是穩穩地抓住那個岩石 它在岩石上走是打滑的 對我來說是非常的困難 特別的艱險 我們趕了五個小時的一路 終於到達了C4營地 到達C4營地以後呢 這個風越來越大 我們根本就出不了帳篷 我們四個人擠在帳篷裡頭 經常被風吹的撥起來 120個小時的攀登時間已經耗盡了 我的體能又在下降 我在在想 我是不是今天又止步於這個高度呢 本來是在C4住一天的 由於大風我們被困在C4營地兩天 好不容易等到雪停了 我們就開始向8400米的5號營地出發 這個5號營地啊 它建在一個懸崖峭壁上 我們要到5號營地的時候 我必須就穿過一個絕壁 我兩個手就緊緊地抓住上面一根繩子 就掉在那兒 用腳呢使勁地去構底下 假設就是不可能整個接觸到那個山體 它只能用一個釘子 在那個岩石上去找那個點 所以對我來說相當的危險 一下三十度 僅僅只有二十米的距離 我足足走了三十分鐘 我就是想 如果我早知道這段路有這麼困難 我就不會設個C5營地 我就會直接從C4衝頂了 好 打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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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的C5營地 它只能搭下這個帳篷 非常狹小 真是太危險了這個路 怎麼今天晚上吃那出去 怎麼怎麼出去我就會 我開心 看一看不見 怎樣說 這樣一步走一步 這樣走一步 只要能活著再從那兒走出去就行 走一步 走一步吧 很近啊 很近 今天是C5 今天晚上就咱们就冲顶了 看今天晚上了 我们在C5营地七个多小时 终于在5月13日的晚上10点 我们正式开始向朱姆拉玛峰 顶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击 这段路非常的危险 因为它两边都是千山峭壁 我必须从山脊上通过 这时候没有风 要有风的话更困难 这已经快到顶峰了 因为这时候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所以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 登山是我这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 只要我能向前迈步 我就要在挑战不可能道路上 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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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瑶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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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爱人跟您说一句 老师 您不客气啊 您一定要 一定要小心啊 您一定要平安等回来 喂 喂 妈咦 听见吗 我终于上了 四十多年 没有那个知识是没想到的 等我 我回去了 等我回去 这 等我的好消息 谢谢您啊 这事你看来 这都真是 这都真是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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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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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高山上缺氧 但是大夫的话 我们做的准备 哇 在第一季的时候 当时您记不记得 就有一群人说 就有一群人说 如果您真的登上了珠峰 他们也一定要回到这个舞台上 来为您祝贺 今天我们也特意 把您的老伙伴们都请回了我们的现场 掌声欢迎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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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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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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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来自己的梦 我们永远想把你学习 你的精神 我非常非常地准备 谢谢你 你登峰四 没有放弃理想 它就代表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自强不息 在人生的路上 我祝你永远挑战成功 谢谢李博士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博士 小老师你好 我想我们在座所有的年轻人 应该都会从你们得到激励 您用一生创造了登山史上的 敢天动地的不可能 您的壮举告诉我们全人类 只要精神在 有梦想在 平凡的生命 还是可以和世界等高 我们都知道 世界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 当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攀登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话 因为山在那里 他后来是因为攀登 朱姆朗马峰遇难了 如果有机会我们问他 我相信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他不后悔于这样的选择 就像夏柏宇老先生 老人与山的故事 整整写了四十三年 每一次的攀登都是他在向命运说 我不妥协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夏老 一次又一次功愧一愧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你不觉得难过吗 他说不 难过不能帮助我登到朱峰的顶峰 只有自强不息才可以 与其难过 不如自强 所以谢谢夏老 真的 您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老人和朱峰之间的故事了 您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每一位 我们应该怎样写好 一撇一纳 一个大写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想生命 致敬 谢谢您 谢谢您 多保重 期待着您更多的梦想的实现 谢谢您 谢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夏老和他的几位老伙伴们 一起再次走进我们的荣誉殿堂 加油 四十三年 五次挑战朱峰的马峰 八千八百四十八米 是为人一个登顶的梦想 夏国瑜 用他的自强不息 让生命在世界之间绽放 海天蚝油 一招并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蚝油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极力汽车 博瑞博越 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 为中国家园 怕油怕糖怕汁 请喝蒂布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 蒂布尔赞助播出 警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